今天人受低压带影响,各地都有短暂震雨或雷雨的机会,且降雨范围扩大,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,尤其中南部,东南部地区及各山区降雨较明显,容易累积到局部大雨。 气象局局长郑明点已早在脸书贴出雷达回播图,直呼被围起来了,并提醒,今天很不稳定,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,可以参考定量降水预报图,气象局发布豪雨,大雨特报,低压带影响,亦有短延时强降雨。 今日新北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,桃园,台北市,台南市,屏东地区及蓝玉,绿岛,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,请注意累积,强震风及溪水暴涨,低洼地区请盛防击淹水,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。